两年前温家宝在澳门的《导报》上写了一篇 纪念自己母亲的文章 讲述他母亲如何教他做人 如何帮助别人 这篇文章发表完不久 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禁了 为什么被封杀呢 整个文章的最后一段 他讲了一段话 我同情穷人 同情弱者 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永远有对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我为此呐喊奋斗过 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 也是妈妈给予的 这段话啥意思啊 很明显 他说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不就是说现在并非如此吗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对人道和人的本质尊重 那不就是说现在不尊重吗 这话不就犯记了吗 习近平执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近在咫尺了 结果你说现在没有公平正义 就把他封了吗 通过这封信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就是借母奉金 他存在着对当下中国某种忧虑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这个样子不是他期待的 这两多都 断 在这些充满公平那里 感谢观看